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凤九肯定会骂他臭屁 但从东华口里说出来 凤九就觉得怎么就那么霸气 那么迷人了 于是他也加了一块鸡腿塞到东华嘴里 那帝君能拒绝我吗 东华微笑着摇头 拒绝不了 五个孩子中唯一安安分分坐在桌子前 吃饭的白滚滚瞧着这一幕默默地摇了摇头 父亲娘亲又开始撒狗粮了 罢了 看在今日在娘亲生辰的份上 忍忍吧 饭后 东华和凤九在花园里散步 凤九敲着整个太成功的园子 都明显被东华特意改造了一番 显得比从前更具异趣 池子里的佛连也全部开了 还时不时有几条井里从池子里跳出来 几个孩子的戏闹声也从不远处传来 凤九挽着东华的手 帝君 我好开心啊 东华学着他平时的话故意问他 平时不开心吗 凤九仰头笑 只要跟帝君在的日子就开心 今天更开心 东华点了点他的鼻子 扫嘴这么甜 那为夫就必须得奖励你一下了 我们去天河边 去天河做什么 你不是最喜欢星星吗 我已经安排了28星宿今日全部来为你喝寿 天河的星星都会围着给你跳舞 帝君 他们不会是受你胁迫的吧 怎么会 给你跳舞 是他们的荣幸 过几日 凤九去帮白钱整理法典 瞧着自己的姑姑一直往他脸上看 凤九摸了摸自己的脸 姑姑 我脸上有东西吗 白钱收回视线 没什么 我只是想看看你的皮肤有没有受损 现在看来你的皮肤状态还是同从前一般好 我就放心了 凤九好奇道 为何姑姑会认为我的皮肤会受损 白钱咳了一声 听闻帝君在你生辰之日带你去天河看星星 还让28星宿来给你祝寿 那些星君们 看上去漂漂亮亮的挂在星空中 其实都散发着强烈的热量 尤其是卯日星君 寻常人离近些都要被烤成黑炭 凤九吴了一声 那我倒是没什么感觉的 至于卯日星君 帝君不准他来 他说着才发现不对劲 姑姑怎么知道这件事 那晚凤九的确度过了一个毕生难忘的浪漫之夜 但也认为是只属于他和东华的浪漫之夜 白钱又咳了一声 你和东华帝君搞出那么大动静 旁人想不晓得也难 这是早就在九重天传开了 听说不上女仙知道后当场宣布要提升自己的择偶标准 凤九紧张道 他们都看上帝君了 白钱扑斥一笑 放心 也不是谁都和你一样敢打东华帝君的主意 这些女仙听闻当年东华还摘了一颗星星给你 所以都对自己的追求者下了硬性要求 若是想求婚 即使做不到让天和的星星们都给自己跳舞 也要摘一颗星星送给他们 现在那些星君们都叫苦连天呢 夜华那的折子都堆得跟小山一样了 凤九没想到自己和东华搞个小浪漫而已 就在九重天引发了这么强大的后遗症 这倒霉的星君中 有一个正是他的挚友 私命星君 凤九前去私命府的时候 看到他的仙底前蒙着一层厚厚的仙杖 还有不少男仙站在仙杖前想破开仙杖冲进私命府去 一个男仙还直接开口道 私命星君 我等不想为难你 只要你变出原身 让我等送给新一女子 在答应我等求婚后 我等必重谢 凤九问他 天见那么多星君 你们为何就堵在私命星君仙底前 男仙有些不好意思道 启禀帝后 那是因为别的星君品皆高 法力强 我等不敢叨扰 唯有私命星君文弱些 又善良些 若再求一求 并能答应我等的要求 好家伙 还挑软柿子捏 凤九作为私命的好友 定然要帮他解围 当下声音就冷了几分道 你们既然要追求自己心爱的女子 便要凭自己的本事 一位学习帝君 也不过是东施孝平罢了 你们的心上人若是真的心仪你们 又岂会真的在乎 你们是否真的能摘一颗星星给你们 他们不过是看看 你们是否有那么一颗真心罢了 但你们领悟不到 又要为难我的朋友 那可是万万不能的 说着他直接拔出了凤七剑 站在众仙面前 眉目是难得的清冷 那与凤九说话的男仙擦了擦汗 帝后切莫动怒 是我等愚钝 我等马上离开 不敢再叨扰私命星君了 帝后千万不要动我啊 说着一个个溜得比兔子还快 凤九收回凤七剑 私命府的仙杖也瞬间去掉了 松了一口气的私命从里面出来 还好有小殿下 这些男仙太可怕了 凤九剪腿了好久的私命 终于恢复了原来生龙活虎的样子 心中很是欣慰 便问 你身边不是有一个很能打的悬伤姑娘吗 她去哪了 私命马上颇为惆怅地叹口气 她和她被姐姐听闻魔族十足女神少婉苏醒了 便一起去水沼泽拜见少婉了 说完又有些别扭道 我听闻小殿下 前段时间也和帝君一同去见了那少婉 怎么样 她好不好说话 辞不辞祥 凤九打趣她 我看你是更想知道她开不开明吧 你放心 那少婉姑娘性子洒脱得很 并不会干涉你和玄商姑娘的事 就是不知道我们何时能喝到你和玄商姑娘的喜酒啊 私命脸一红 八字还没一撇的事 小殿下说笑了 忽然远处云气翻涌 似乎又有一个法力极高的人要过来 私命下意识就躲在凤九身后 不会有 有男仙要来让我变心性讨好心上人吧 说话间 那法力极高的人已经来到他们面前 却不是什么男仙 而是最近十分温馨在水沼泽给少婉当小弟的小燕魔君 小燕一看到凤九就道 小九 你那姑父的灵霄殿前面太多天兵把守了 老子怕硬闯会耽误时间 便来找你 你带老子去找找你那姑父 凤九祈祷 你要找我姑父作甚 小燕难得急得要跺脚 你晓得我魔族祖宗 原来手下有两个姐妹花婢女玄商和陌生吧 这两个女人都是极其不安分的 那陌生一见到我魔族祖宗 就告诉她当年自己被幽冥司欺负 还被关在十八层地狱十几万年的事 我祖宗是最讲义气的 当下就要杀到冥界去为陌生讨个公道 我弟乖乖 若魔族和冥界打起来 接了仇 那老子以后和小谢岂不是尴尬了 所以来找我姑父月化天津来做何事了 小燕点头 虽然你那姑父是个年纪轻轻的小白脸 那好歹是个天津 无论小谢还是我祖宗 总要为天津几分面子 不至于直接打起来吧 凤九遗憾道 可惜这几日我姑父和连三殿下一同去了北海 恐怕要过几日才回来 司令厅说少晚要带着魔族去跟冥界打架 那他的心上人玄商定也会参与其中 便也急到 也化天津不在 那就去昆仑需找墨渊上神啊 那少晚唯一顾忌的人 不就是墨渊上神吗 不愧是天界一动的八卦全书 总是能抓到重点 刚说完 就听到身后一个淡淡的声音响起 本君跟你们过去瞧瞧 三人回头 发现不知何时东华就站在他们后面 司令马上堆起笑 有帝君去也是极好的 好在少晚以前跟帝君也是挚友 东华也不废话 微微抬了抬袖子 趁少晚没有血洗冥界前 走吧 路上凤九问东华 帝君为何不让墨渊上神去劝架 他却不是更方便吗 东华微微一笑 去劝架 总必免不了两边都要帮一帮 那少晚定是希望墨渊完全站在他这边 若墨渊保持中立 两人岂不会生出嫌隙 墨渊作为一个三十多万年的光光不容易 我能帮他就帮帮他 当然 我也想看看魔族和冥界打起来会是怎么样的场面 凤九听明白了 东华主要目的是去看热闹 再顺便帮一帮少晚墨渊 优民司由黑白民主坐镇 他们这个时候赶过去 坐镇的正是白民主谢化楼 凤九虽然跟谢姑仇交好 却还没有真正和他的姐姐谢化楼打过照面 所以他对这个在四海八荒美人谱排名第三的白民主也一直很好奇 陌生和玄商都是一等一的角色 少晚更不用说 若这美人谱早点出来 有少晚在 估计就没有其他美人什么事了 所以如果这四大美人凑在一起打架 凤九都想象不出那是怎样一幅画面 可是等他们来到幽明寺 想象中的血雨腥风的场面并没有出现 奈何桥上换了一个孟婆 看起来年纪一大把 正端着一碗孟婆汤在那里打瞌睡 还未到幽明寺大殿 凤九就听到少晚的声音很是兴奋道 你放炮 我糊了 给钱给钱 凤九看了一眼东华 难不成 里面只是在打麻将 好了 今天的剧情就到这里 我们下集再见